《爱情的牙齿》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爱情的牙齿》的DVD 很可惜因为是技术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播一些片段 我们又请来了一个导演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你好 就是《爱情的牙齿》 我觉得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有一个男导演来组到这个作品 我觉得非常成功 能不能跟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有很多观众可能没有 有机会能看到这个电影 能不能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是讲的一个就是很典型的北京女孩子 那么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 到80年代末的10年间的三段的爱情经历 也其实在这个故事过程里头也反映了 有没有看到了就是在中国1970年到80年 整个社会的一个小影子 对 当然这个就是这一段爱情史 10年间爱情史的背景是中国一个非常巨变的一个时代 那当然这个电影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之间呢 我还是把更多的这个经历或者更多的重点放在对于个人内心的观察上 对 人物的性格的否析 对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从新看待时代的一种方法 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喜欢这部电影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一个这个女人的故事 作为一个女人我感觉到这个距离特别近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男导演 可以把这个女人的故事能够散述到这么精细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有什么秘诀呢 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我自己也看不清楚吧 也许我对女人太热爱了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就是跨性别的视角 在电影上在文化上都是有很大的价值 是值得去做的 就是我特别爱看女作家写的男人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她写的好 有时候我觉得写的不好 但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 我会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我想知道女人怎么看男人 那我想反过来很多女人也想知道 一个男导演如何看女人 对 这是一点 那再有一点就是我认为 尽管这个时代 有很多两性之间冲突的话题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人的 人类的意义或者人类文化的价值 在于相互的理解 那我想尝试就是 一个男性他对性沟这种跨越 这种这种 对于女性的这种痛苦的这种体察 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想做一个实验 你这个片子也是有这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实验非常成功 那么这部片你准备多少年呢 这片子准备很多年了 十年 十年了 这个剧本就是十年以前就是基本成型吧 但是十年当中不断的在修改 当然做成一个电影也很不容易 需要大量的社会的资源 所以整个准备的时间有十年 从自作方面我觉得这部片很成功 从摄影啊灯光啊 演员的素质啊 还有还是35毫米拍的 很多都是用DVD拍的 对35毫米拍的 所以整个素质 整个自作素质非常高 所以说十年来说 这个真是很不容易 是是很不容易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帮忙 像全世界的年轻导演一样 就是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除了要找到尽量多一点的钱之外 当然也不可能太多 对 你一定要有一些好朋友 对 一定要有一些能用的朋友 对 互相帮忙 对 这片子的演员啊主创啊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帮助我 就是因为你也是能广交朋友 他们可能 其实我可能不是特别善于社交 但是他们可能都看到了我对电影的 热情 就是可能这种热情感染他们 那么这个剧本呢 这个你写这个故事呢 是不是来源于你生活的一些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和你自己亲生的经历 有没有一个联系呢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 也有好多记者在问这样的问题 有很多女观众在说 那你的我们相信你的爱情经历一定 跟这个故事有关 那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职业的电影人 作为一个同时从教电影 就是从事电影教育的人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想象的能力 这个故事就是有很多我听到的 有些是我看到的信息 故事的线索影子 但是没有说一个特别完整的段落 是直接从生活中搬用的 就是我把各种信息做了一个加工想象 改编把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象的工作 是最重要的 那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也是这样告诉他们 我知道庄老师也教了十年的剧本写作 是吧 对 好了 由于今天的时间问题 我们采访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你 希望你的作品呢 就是非常的成功下部作品 很快就会来了 是吧 好啊 好啊 谢谢 好 谢谢您